還有人說 既然兩岸現在已經有溝通協商 所以今後董事長是不是叫做 因因美代子 顏顏波代劑 事實上我想這樣的說法 其實對台積會同理講起來也不是很公平 今天是我最後一次主廚海區會的董監事聯席會議 很感謝各位董監事在561天以來給我的主廚本人鳴記在心 我說過去我是參與這個決策過程 今後就是走到第一線來做扶委工作 我是以一種戰戰兢兢的心情來接受這樣的職位安排 我們兩岸之間沒有任何事情是小事 每一個事情我們都用一種最嚴謹的 最嚴肅的態度來處理 我想這個叫做巨沙能成塔 滴水能夠成一個河流 就這樣一點一滴來累積兩岸之間的善意 所以海積會的角色就是一個橋樑的角色 一個道路的角色 透過海積會這樣的一個功能 其實我們跟陸委會一樣最終最終的目的 我們希望累積兩岸之間更多的善意 來維繫兩岸之間的和平穩定 來推動兩岸關係進一步的發展